这故事大约十多年前吧 有一个华人前辈 本来和他的老婆一起开了一个居酒屋 但是挺辛苦的 就是一直每天早出晚归的 但是客人不多 可能老婆就有一点受不了了 有一天呢 这个华人前辈回家 发现老婆和儿子都不见了 到处找啊 然后给我们认识的这些朋友们 都打电话找老婆 哪里也找不到 那没办法 这个前辈就找了日本私人侦探所 大约日本私人侦探所 接这种活要一百万日元吧 你别说日本私人侦探所 还真有办法 不到两天就把这老婆的所在给找到了 你说真奇怪 在日本有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 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如果去市医所 问谁谁谁搬家了 住在哪里 给我找找这个人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 因为不能泄露个人信息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私人侦探所 竟然把这个老婆的区域所登记部 就是户籍登记呀 给找出来了 然后把他住的那个公寓 和儿子转学去的学校全找到了 这个私人侦探所就每天盯梢 在这个老婆和一起生活的日本人的公寓楼下 一直在车里面盯梢 他们盯得非常仔细 比如说老婆每天到阳台去晾衣服 他们就会啪照一张照片 老婆骑自行车去超市打工 那么私人侦探就一直跟在后边 包括骑车怎么过马路 怎么拐弯 这个关键节点全都拍出照片 老婆去超市打工 开会 然后在那里整理货品 工作的状态也拍照 这也很奇怪 在日本 比如说我们一般出去拍视频 都不敢冲着人拍 因为会被人骂 日本有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 估计可能私人侦探用的钢笔式 或者是眼镜式 隐蔽照相机吧 反正就是全都拍下来了 这个老婆也是没脑子 和一个日本穷人跑了 你说你要是婚外恋 你去找一个更有钱的社长也好啊 找了这个日本人还进过监狱 然后跑去之后 就在一起生活 还把儿子也带去了 这个私人侦探所也真是厉害 这个儿子每天回家 然后进了房间的欢声笑语 竟然也都录音拍照 反正这个前辈想 先得把儿子抢回来呀 他就知道了这个儿子 转学去哪个学校 就有一天开着车 在这个半路接这个儿子 儿子一放学 他就打开车门 这日本的在日本生活的 这个华人小孩也都很独立 他们没有那种多愁善感的 一看爸爸来了就很高兴 就跟着爸爸坐车 就回到这个华人前辈的家里了 那么这下这个华人前辈呢 就要跟老婆打离婚了 一般来说在日本 这种孩子的侵权 就是离婚了孩子的抚养侵权 99%都是给妈妈 这个非常罕见的 就是女人自己 她如果日语叫布伦 咱们中文叫婚外恋 跑出去的话 有这个足够的证据 这个侵权才给男的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日本的这个调查 法官他们也去家里去家访 把这个孩子单除 叫到一边去询问 你是喜欢和爸爸一起生活呢 还是和妈妈一起生活呢 为什么呢 这小孩也挺灵 小孩思来想去 觉得还是爸爸家里稍微有钱 妈妈和那个日本人 看上去没有什么钱 就说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 他们就把这个 孩子的抚养权给抢回来了 那么这个太太呢 就本来可以净身出户 但是 这个太太就说 如果你不给我一些钱的话 我就去入管局 告发你现在交往的 那个女朋友 因为这个华人呢 他打算离婚了 就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还没有签证 就说那我就把你那个女朋友 给告发 没办法就给了500日元 就走了 一般在日本 这个男女是轻易不离婚的 因为一般离婚的话 这个过错方还有有财产的一方 要把一半的这个资产给对方 给这个资产弱或者没有过错的一方 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一般轻易不离婚 他们这个呢 还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日本私人侦探也是很发达了 一般这个私人侦探工作呢 钉梢他们也不能一直用这种普通车 一般他们会假装配钥匙的车 或者是这个快递 外卖比萨饼的那个车 因为外卖比萨饼那个车 一般不会被人怀疑 在车上就会按这个照相机 摄像机去拍摄 还有他们在电车上 如果钉梢一般是分配三四个人 避免和被钉梢人对面坐 他们一般是和这个被钉梢人并排坐着 然后左右就不被引起注意 然后一直是跟在后边 无论这个被钉梢人 他是骑自行车 还是开车 还是行走 都钉得很紧 你包括很多议员 前两天不是报出来 一员和一个年轻的学生 不伦婚外情 那么就给查出来了 也是一直钉 从他们在居酒屋里吃饭 然后去这个情人旅馆 当然人家进了房间 你是跟不进去了 但是进情人旅馆 哪个房间 他们都能查出来 你说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吧 一般在这个宾馆 你跟到电梯 跟到楼层 跟到房间外面 是很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们这个能一直跟着 所以这个日本的 所谓这个狗仔队呀 要比国内的要敬业的多 所以一般日本的政客 还有一能界人 他们如果搞婚外恋 搞一些不祥事的时候 最怕这个周刊志 就是小报来盯梢 但是防不胜防 一般是每一个政治家 或者是明星 后面都有大批的人盯梢 然后还不容易察觉 一般盯梢完了之后 他们会找一个节点 会上去采访 问怎么回事 一般他们都是非常的经历 话说回来 这个和老婆离婚的这个前辈 后来又和他的女朋友结婚了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那个当时的男孩 现在也成为大学生 快毕业了 快工作了 还是挺好的 也不知道后来那个老婆怎么样 真是不可思议 你说你要是婚外情 和一个更有钱的人 会更好吧 难以理解 好了 今天我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请加关注 点赞 评论 并添加小铃铛 当我更新的时候 会及时提醒您 谢谢